老牛的一生就是失败的一生, 他成为了妖,即便本领再高强,那又如何? 最后还不失落的一个生死老混, 淒离死散的彻底悲剧。 猴哥说老牛的一生晦气到家了, 从始至终就没有选对过。 这话对也不对,老牛选对过一次, 当悟空自封齐天大圣,其他兄弟皆都沉默时, 只有老牛一人呼的高声喊道, 贤弟言之有理,并自己第一个表态要做平天大圣。 自此以后,大圣嘴上不说,心中却只有牛魔王一个兄弟, 第一次的大闹天宫,两人互为犄角挑战了整个天庭,好不痛快。 但也便是这一次的大闹让神佛看到了两人的价值。 此后悟空被押在了五行山等待唐僧前来, 神佛给悟空安排的道路是认师傅修正果, 去要野性回归正统,老老实实的成为斗战圣佛。 悟空虽然被佛祖押了五百年, 但最后灵山对他的定位却是真真切切的拉拢, 牛魔王呢? 他就是最后怂了那么一下,没有跟悟空一起被押, 看似逃过了神佛的惩罚, 成为了一个自在的野妖精,好不快活。 有了自己的地盘火焰山,有了自己的妻子罗刹女, 有了自己的孩子红孩儿, 但实际上呢,他的一生也早就被神佛给渗透了。 火焰山那里是块好地吗? 不是。 当年悟空打翻了八卦炉,这里就彻底成为烈焰地狱, 要不是罗刹女的芭蕉扇能够吹风下雨, 此地便无人能住。 老牛的老婆罗刹女是他选的吗? 不是。 罗刹女是被他的师父太上老君强行指定给了牛魔王。 不论是对牛魔王还是对罗刹女而言, 当一双大手压下来时, 你很难说愿意还是不愿意, 只能安慰自己一句,还行。 老牛的孩子是他自己的吗? 是也不是。 罗刹女是借着子母喝的水吞下了夜叉王孩子的精魄而生下的红孩儿。 这孩子虽然有老牛的牛角, 但本质上还是夜叉族的血脉, 连本地的土地也都是太上老君派下来的野献, 跟老牛的罗刹女互通有无, 瞒着老牛做一些只有师父交代的事情。 老牛不愿意回家是因为这个家就不是他的, 他只是个名义上的大王, 实际上呢,火焰山没有罗刹女的芭蕉山, 父亲的百姓就颗粒无收,成为死城。 对山而言,老牛的存在并不重要。 老婆是人指定的, 孩子是借老婆的肚子里生下来的别人的肿。 对这个家庭而言,老牛的父亲与丈夫只是名义上的, 红孩儿最后反他也是这个心态, 你只是养我,你没有生我,你不帮我, 你凭什么让我称呼你为父亲。 老牛的错误在于他没明白究竟是什么导致他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 没有答案的逃避几乎惯缠了老牛的一生, 如果当初不选罗刹女,老君是不是会饶过他? 如果当初他不同意红孩儿的降生,老君是不是会饶过他? 如果当初不认可本地的土地也是老君的童子, 那么老君是不是会饶过他? 对牛魔王来说, 太上老君就是他头顶上的实实在在的刀, 自己的周围早就被老君的眼线困住了, 绝对的神佛造成了绝对的阶层, 而绝对的阶层会造成绝对的控制。 当形成绝对的控制时, 下层的人就没有选择了, 只有点头则升摇头则网的无形的制度审判。 牛魔王在大圣被押后,他对此时的判断只有一个, 猴子太几近了,只要我不得罪人, 我肯定能自己快活。 但在这种制度性的控制与拧压下, 你永远无法自己快活。 所以取经时大圣在他耳边轻语的那句话, 认师傅修正果,只有这条路是留给我们走的, 长兄还不明白吗? 这句话的本意是, 长兄以他宝贝的空有本领没用啊, 你得拜山头啊,神仙佛祖各有山头, 明面上是各自友好,实际上是势力之间互相交错, 你我生下来就被这套神佛制作的大王裹在里面, 你要是想跪就要跪的彻底线。 你不选好山头,不去站好队伍,不去跪拜师傅, 不去修得正果,在下届再怎么闹也是白搭。 你等大人物先来找你了,你就不会是入门弟子了, 你就成为了临时工了,到时候遇到了难处, 没人会来照着你, 如有必要还要拿你顶纲。 当初太上老君让罗刹你嫁给你, 你当时就应该直接跪下去认个义父, 这个山头就算败成功了。 高启强都知道要取神书停时, 必须跪太书当义父你不知道。 老师你当初认了, 你这火焰山还至于被搅得生灵土淡, 天兵天将为杀堵截吗? 但还不是太上老君一来, 你顺时认个错, 这是不是个误会, 最后都得以误会的方式解决呀, 还用得着你被哪吒砍头了吗? 牛魔王除了第一次与猴哥闹天宫外, 之后的一生确实一直在做错误的选择, 他的每一次错误的选择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艰难。 娶妻子时,要是跪得彻底点,早点拜山头, 太上老君就未必会让你的老婆罗刹女生孩子了。 生孩子后,跪彻底点,早点拜山头, 火焰山就未必会遭死大劫, 你的那个玉面狐狸也未必会死。 杀死悟空后,跪彻底点,绝对不回火焰山, 一心向佛,誓与佛祖共存亡。 红孩儿也不会被菩萨给送回来, 甚至被某人告知真相,弄得家破人亡, 哪怕你在最后跟着自己的儿子一起反了呢? 也算痛快一场, 红孩儿就是太上老君设下的一个局, 你戳破了是现在死, 你不戳破了那就是以后死。 老牛在最后还是做错了选择, 还没有放弃幻想,还没有准备战斗, 还觉得总有天上的神仙能站出来帮他收拾了这个残局, 连黄蜂大圣都知道, 他们不会放过我的,也不会放过你的。 老牛都已经自欺道了,我帮了他们这么多, 他们不会不来救我的自我幻想里。 老牛自始至终都没有理解大圣的那句话, 什么叫做只有拜师傅才能修正果。 重点是要拜啊老牛, 你拜的前提是贵啊,你这都不懂, 你看大圣刚出五行山,立刻就知道啥叫贵败了。 当然修正正果辞了果为的大圣, 跟取经时的大圣是有完全不同的认知的, 我们第一期就已经解读过大圣的三次思想转变了,不在乎书。 正果是什么?是长生不老是有人罩着。 牛魔王一家,不论是老牛还是罗刹女, 游戏的文本里都在不断地强调他们的衰老, 本质上就是在强调一件事情, 他们没有修正正果,他们没有人罩着。 说句不好听的,哪怕你罗刹女的师弟, 本地的土地也都比你老牛年轻太多了, 他是真的底仙,你罗刹女是个光有地仙的名头, 但是没有地仙正果的空名,老牛是就去了佛祖那里转了一圈, 啥正果也没得到,牛魔王的失败来自于他的软弱吗? 不全是,牛魔王真正的失败是来自于神佛制度下的全面掌握, 你没有选择,你没有选择只有贵,只有败, 只有认师傅才能修成神佛的正果。 所以红安尔的最后一期就直接给你点名了, 他们想看的正是如今我们跪着的模样。 红安尔只是又轴又将,但人家并不愚蠢,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体系下,很多人是不太理解封建制度是如何抹杀人性的, 黑神话其实就直接告诉你了,就是贵。 妻子给丈夫贵,儿子给父母贵,百姓给大人贵, 大臣给皇帝贵,妖怪给神剑贵。 这一贵贵的是天地人伦掌有尊卑吗?当然不是了, 这一贵贵的是你必须服从我的绝对权威。 不要多想,不要反抗,不要犹豫, 你这辈子要把这个命给我认了。 插一句奇怪话,你会发现天命人一路上从未有贵这个行为, 只有败这个行为,除了最后带上紧箍的那一刻。 贵是外在的表态,贵的背后是自己承认对你的绝对服从。 当这套制度把妖定义为先佛的敌人, 把人定义为绝对的上贡者后, 妖与人诞生的那一天就带着原罪。 简化版本就是这句话,我杀你,与你何干。 其他的天庭惩罚,地狱轮回, 先佛跪拜只不过是围绕这套统治制度而形成的手段。 地狱不是给人解脱的,地狱是告诉人类, 你们不要想逃,你的死亡也在我的掌握之中。 所以天兵天将就是通过拉来死去的灵魂而制作的。 不要嘲笑牛魔王的婚姻与孩子被天庭掌握, 这个世界下的人类的生死都被神佛绝对的掌握了。 人与妖有矛盾,但不是本质矛盾,他们是被压迫的阶层, 神佛的高压统治才是本质矛盾。 我还是引用下黄蜂大圣的话,真的好用。 我逃不掉,你也逃不掉,天上的老东西不会放过你我的。 火焰山的乱吉可他宝贝的有趣了, 整一个大型阳谷现场,这里的势力复杂到了什么程度呢? 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先说我们刚进来看到的阴兵, 他来自于阴曹地府,而召唤他们来的, 不论是八戒还是文本都告诉我们了, 就是这里的土地宫召唤而来的。 这里的土地宫的背后自然是太上老君, 他原本就是太上老君的童子。 因为悟空踢翻了丹鲁而被罚到了下界当土地, 自此也成为了老君的手套。 所以他的文本里直接就说了, 不论替师父做多少脏活, 在师父眼里,我始终配不上师姐。 地府的阴兵是你想戒就能戒的吗? 你看看黑风山的土地与小溪天的土地, 也就是管管自己的地界, 哪里能够把手伸到地府里呢? 地仙跟地府是两套系统好不好? 所以这件事情的背后必然有老君的默许, 火焰山的混乱老君早就插手了。 这个土地其实做了很多坏事, 比如花火山被毁, 有一部分猴子跟着红烤马猴下来逃难, 他们首先来到的地方就是火焰山。 牛魔王虽然收留了他们, 但是土地却趁机分裂了猴群, 通过送饭送水让他们得了瘟疫, 得病之后再给他们送药治愈疾病, 从而让他们忠诚自己, 而解念忠诚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去杀掉另外的健康的猴子。 老方法的是吧, 降灾降恩, 然后让你们手揽鲜血后的没有退路指贵败。 这里连上了哪个线索呢? 红烤马猴其实也得病了, 他背后也长出了黑色的翅膀。 他之所以活下来,是因为他逃出火焰山去了小西间后, 黄梅看到了这个伎俩然后笑着说:"这等烂缩手带, 也敢用在你们猴子身上,当真不是事情。 之所以猴子身上有黑色的翅膀都是土地造的孽。 而土地身上的阴阳鱼也是需要通过散播瘟疫制造灾难来获得力量的。 不要因为他穿上了地仙的这件衣衫, 你就要把他当做一个好人。 火焰山的土地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当师父太上老君的眼线。 在红海尔知道真相大闹之后, 把火焰山的这趟浑水搅得更乱。 他的目的很简单,阻挡天命人上山, 直到让红海尔拿到根器。 在天命人的这趟旅行里, 佛是颂,先是党。 第四章阻挠你的是白眼, 第五章阻挠你的是土地, 第六章阻挠你的是天兵天将。 有许多人只看到了贺仙人不让王林官杀我们, 所以就认为贺仙人在帮我们。 但是你没看到贺仙人后一句怎么说的吗? 你下一辈子还要闹, 想要取回金丹就到天上来, 而不是你这一辈子有本事就到天上来。 他认定我们一定会死, 只是在此刻在此地, 我们不能死在他与王林官的手中。 罗刹女士整个故事里的另一个悲剧, 她自小号佛在佛前修行, 她本是西海之外罗刹国的公主, 但他们这个国家因为叶叉被灭国了, 所以被牵扯了进来。 文本里是这么说的,与叶叉国同时覆灭的还有罗刹国, 只因他们有同源之亲, 事已必须共赴灭亡。 叶叉国被谁灭的呢?被佛祖的罗汉灭了。 那灭亡罗刹国的自然也是佛祖的罗汉了。 罗刹被灭后, 公主在自己的护卫海罗刹的护送下一路东逃, 历尽千辛万苦才在火焰山落下了脚。 落脚之后的罗刹女被太上老君看重, 并带到了天庭修行,入了自己的门下, 也就是在这里与原来的道童, 现在的火焰山土地认识。 老君看上了罗刹女有自己的目的, 当年夜叉王用自己的命作为交换, 让夜叉的血脉,也就是自己的孩子的精魄能够再次复苏, 如同罗刹莲藕化生一般。 从这一刻起先与佛, 道教与佛教的内部矛盾就已经开始了, 佛要屠戮的国家先敲咪咪的跑回来, 留下了这一族的血脉,甚至还要了能怀孕的子母河水。 这个行为不是我瞎猜啊, 游戏的文本直接告诉我们了, 当罗刹女引下了子母河水生下了红海尔后, 她与实际的交谈里是怎么说的呢? 在这娃长大, 灵山的那些血债,她便是最好的人证。 一句话就可以看出神佛之间的矛盾足够清晰了吧。 罗刹女的一生就是为了生下红海尔, 天庭可以用此来跟灵山谈判, 争取更多的利益, 咱先崩罐争取什么利益,但这个行为足够明确出两者的内部矛盾了吧。 正是为此,你才能看出接下来的一连串行为, 为什么老君会收养罗刹女, 为什么老君会指定罗刹女跟一个妖怪而不是跟一个神仙结合, 为什么老君会逼着罗刹女喝下子母河的水与叶叉王后代的金破, 罗刹女她有选择吗? 没有。 所以她会说, 大王明知我不得不饮, 若是再有他人小的辞子来历,我们一家必有大难。 老君这一个贤奇可谓是进可攻退可守, 进可攻击灵珊, 红海二就是人证, 你们灵珊就是选寨雷雷, 先甭说我天庭怎么怎么着, 你们灵珊是不是灭了叶叉, 你们是不是滥杀无辜了, 你们是不是没有众生平等了, 你们是不是犯了杀戒了, 你们是不是打自己脸了, 你们今天必须让利, 退可自保天庭。 你问我叶叉族的血脉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啊。 你问我谁让叶叉女生下红海二的, 我不知道啊。 你问我罗刹女背后有没有势力怂恿, 我不知道啊。 你问我怎么处理红海二, 我不知道啊。 红海二就是火焰山的一个隐藏的炸弹, 它存在的本身就是灵珊虚伪的证明, 有人想要让她立马死, 然后毁尸灭迹, 有人想要她被利用完之后死, 然后再毁尸灭迹。 所以当红海二知道自己的身世大闹火焰山, 眼看就要闹出去了,保不住这场火了的时候, 铁扇公主赶紧向自己的师父老君求情, 好能保一保自己的孩子。 老君咋说的呢? 叫你养个孩子,不用真做个母亲, 此事尽他去闹,你夫妻只要不管可保无虑。 铁扇公主早就把红海二当作自己的孩子了, 老君你现在让我割肉为鹰, 为你们天庭临山这群永远吃不饱的鹰, 这不闹吗? 罗刹女的一生与老牛的一生, 只能说是从来就是棋子, 不论他们看不看得到背后的神佛巨首, 他们都没有选择。 罗刹女,你佛道双修又怎样? 佛灭了你的国, 道利用了你的子, 你能怎么着? 来,你告诉我,你能怎么着? 你还不是跪着, 求着让神佛高抬归手吗?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你一心向佛,你一心向道, 佛要你了吗? 道要你了吗? 红海二说的对, 红海二说的太宝贝的对了。 他们想看的正是如今我们跪着的模样。 我说一个黑神话里隐藏的特性, 估计各位也能砸磨出来, 你对神佛有没有价值? 只看一条, 你是否被容纳进入到了长生不老的体系当中? 只要你面露衰老, 你就必然是神佛体系下的后才。 所以大圣反复说, 长生不老三界六道不就毁在这四个四伤?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你不改变长生不老的归属权问题, 你就永远无法改变人与人的平等, 人与妖的平等, 人与佛的平等, 人与神的平等, 你就只能万世万代的磕头烧香, 你就只能万世万代的跪拜上贡。 长生不老背后就是巨像化的血脉贵族, 天王老子的实力阶层。 长生不老就是神佛的降维打击。 都说夜夜叉是最果敢的, 红海二自然也是果敢。 当年的三妹真火差点直接烧死猴哥, 要不是八戒的按摩禅法, 悟空可能就死在这里了。 动画其实也有展现这段内容。 被观音收服后, 红海二自是在观音身边修行, 但你从他跟黑熊怪对话, 你仍旧能够看出来他的争强好胜。 他被观音放回火焰山是个特别莫名其妙的事情, 游戏没解释。 我就随便说一嘴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原以为红海二是牛精, 头上的两个脚是牛角, 毕竟红海二在神影图里的脚, 确实能够看到是牛的脚。 但这红海二在这五百年间越长越像叶沙族, 菩萨敢保这人嘛, 这是佛教秘文啊, 他不敢保, 于是菩萨如何对红海二说的呢? 因牛魔王重回火焰山, 菩萨一日突然换来善财, 让其回去尽孝双亲, 红海二才得以折返故乡。 回到火焰山的红海二一家, 刚开始还骑了隆隆, 之后当他知晓了自己的身世是叶沙王族的最后血脉后, 无异于五雷轰顶,直接就反了。 有许多人认为是观音告诉了红海二神世,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是土地或者是其他人告诉他, 因为红海二回家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叶沙族的血脉, 谁告诉他的不是重点, 大家自己决定, 重点是他知道了自己的叶沙族被佛祖灭国了。 所以牛魔王先关了他, 让他好好反省, 红海二不明白, 你是我爹, 叶沙灭国这事你跟我说到底是我做错了还是佛祖做错了, 你不帮我就算了, 你还关我你什么意思? 此时的牛魔王与红海二就是两个死结, 牛魔王的意思很明确, 你不能因为想要报仇就毁了这个家呀, 我们还有机会继续活下去, 儿子你千万别作怪, 老爸求你了。 红海二的意思也很明确, 我要是不报仇我枉为人, 知仇不报何来修行, 你儿子过不去这个坎儿, 你儿子就是死也过不去这个坎儿, 老牛一辈子都觉得我委屈自己给神佛做牛做马, 我膝盖软我能贵我只求一家子平平安安, 你们用我老婆的肚子生孩子我忍了, 你们取经把我的火焰山弄的乱七八糟杀我小妾金箍我儿子我也忍了, 你们让我败露佛门三跪九寇而后还要借我的手杀我的兄弟我还是忍了, 我不就是求一个生机吗? 我老了,快死了,我真的怕了, 我绝对不会再作怪了, 我就想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行不行, 我这么委屈求情的结果是我儿子反了, 我儿子把老子给反了, 我儿子居然敢给老子说, 爹你不许贵, 这不一脸懵逼了吗? 闹了半天老子难道还贵错了? 老牛原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也就年轻的时候腿脚不利索贵不下去, 后来腿脚利索了, 常跪就成习惯了, 老牛从来就没有想过, 我跪神佛代表我愿意臣佛, 我给你们磕头了, 但神佛要搞你跟你跪不跪没关系啊, 跪是单方面的祈求, 不是神佛原谅你的默许啊, 这个行为一直都是下队上囚牢, 而上不对下允诺的单方面恶心人啊, 老牛是跪了一辈子都没跪明白咋回事, 所以即便红孩儿用自己的势力封了火焰山, 求了老牛逼他把猴哥的根器交出来, 老牛也不能交, 老牛要用这个根器拖住红孩儿, 不让他对外作孽, 否则这事就绝对受不了场, 这个家就完了, 他让铁扇公主向外求劳, 跪了神佛这么多年, 跪也跪出感情了吧, 求你们救救我儿子, 哪怕像猴子一样压他五百年也行啊, 铁扇公主此行去了好些地方, 下街交好的妖王, 天上结石的神仙, 海外的仙舟, 幽冥的地府都帅的天宫, 甚至是佛祖的大雷因寺他都变法了个变, 有人来嘛, 没有人, 在神佛体系下, 做错的事情罚你是救你, 不罚你就只剩下杀你了, 所以红孩儿就是死劫, 他就得死, 天命人的本质是什么, 是回收大圣的根器, 而大圣的根器在谁的手中, 在那些曾经绞杀大圣的妖怪手中, 那天命人想要拿回这些根器的结果, 必然是这些妖怪非死地伤, 有许多人问我如果灵机菩萨是坏的, 为什么要给大圣根器呢? 那你猜, 灵机菩萨如果不给的结果是什么? 那你再猜, 最后根器重聚, 天命人带上了紧箍后, 他又听谁的命令呢? 悟空的果位又叫啥呢? 你应该看明白了吧? 最后这一场天命人之行, 最大的得意者是如来, 是岭山, 很多的地方都暗示过你了, 白眼魔君的文本里就直接告诉你了, 魔君干笑着回答, 娘娘的意思是便宜那边占太多了, 这会儿正好连本带笠收回来, 那边就是岭山, 连本带笠指的是把大圣的根器全部收回来为天庭所用, 但白眼其实是想为自己所用, 看之前的侯学我不复述了。 所以第四章的故事是, 原本被皮兰婆菩萨收押的白眼魔君反杀了菩萨, 白眼效忠的不是岭山, 而是天庭的昆仑,白眼在此处的目的是截狐, 她不可能明着去各个地方抢, 她只能顺应天道, 等天命人来了这里以后把她拿下。 第四章的背后暗信要看明白, 本质上是神佛内斗的展露, 别光盯着恋爱这条线不放, 老猪是情种, 我们不是呀, 老牛与红二的根本矛盾是谁关谁谁害谁的问题吗? 当然不是了, 两人的根本矛盾就是贵不贵的问题。 老牛的意思很明确, 神佛太厉害了, 我们肯定打不过, 他们长生不死我们转身即逝, 这怎么打? 贵还有一线生机, 不贵就彻底灰飞烟灭了。 你老子当年也不是没反抗过, 但我败了, 你侯叔叔也败了, 儿子不能打压, 儿子我求求你了, 你总不能让老子给你跪下吧, 你就忍了吧, 你就当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老天给你的命你不能不认。 老牛知不知道神佛制度有问题呢? 他当然知道了, 所以他在晚年后, 他能唤听到悟空的言语, 想救你的被你打跑了, 想杀你的你偏偏要救, 是啊, 你救我, 我救你, 可谁来救我们呢? 老牛早就知道, 在神佛体系下, 我们根本没有出路, 但是他就是老了, 就是怕了, 他就是不敢反抗了, 长生不老就是对下界的人与妖的降维打击, 只要你们一老, 你们自己膝盖就不自觉的跪下来了, 不需要神佛的示威, 老牛就是许多妖怪的代表, 老天哪, 我给你跪下了, 我认命了。 而洪海二呢, 他的意思也很明确, 这事我不知道就算了, 可现在我知道了, 我还不去报仇, 我还是个人吗? 我不成窝纳废了吗? 从人人来说, 我的义族被灭, 你让我闭口不言, 当作没发声, 你让我怎么修道, 我修得了吗? 我不入魔就不错了。 从天道来说, 我的义国被灭了, 我总得弄清楚原委清算仇人吧, 这事不能不明不白就这么过去了, 夜叉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能让灵珊亲自动手给灭了? 当地的你要儿子忍, 儿子就是忍不下去, 不弃圣还能叫年轻人吗? 你不能把儿子的脊梁骨打断了, 就是为了活着呀, 难道我族人的天命就是灭门绝户吗? 他应该是吗? 所以大家也都看到了两年的死结了是吧? 如果洪海二不去找神佛要一个说法, 他们只能互相内斗底层伤害, 你只有把力量指向神佛, 你才能找到突破口让牛魔王给洪海二同时和解。 洪海二要造神佛的反, 老牛愿意再年轻弃圣一次,这事就算找到突破点了, 而不是现在怕战怕死怕老婆怕儿子, 神佛给你的道路里难道真的有一条叫做你怕了? 你跪下来了你就能活下去的道路吗? 哈哈,我也学一下佛祖, 如有! 在黑神话的世界观下, 不死就是一个鸿沟, 只要神佛把握住了, 下一阶的妖怪想要造反, 他们也会面对衰老这瓶毒药, 让他逐渐腐蚀掉你的反抗之心, 而想要打破困境, 你首先要打破不死, 谁能打破不死呢? 需要天地万物运化的时候, 他得到了不死, 他也看破了不死, 他是妖, 知道妖的问题, 需要有人提供打破不死之后的重新建立的理论, 不要你我高高在上, 不要他人磕头双香, 需要有佛教的人来打破困境, 改革不能永远自下而上, 也要自上而下双向奔赴, 所以未来的弥勒佛早已等在了天命人的路途之上, 需要有天庭的人来自我反思, 究竟神是什么?为什么有只臭猴子宁愿自灭, 也不愿意跟他前往天庭大战三百回合? 这只臭猴子居然不跟他一起追求战斗的快乐, 那他究竟在追求什么? 我想要了解他, 需要有人谋算因果, 若是没有人参与到这一次的天际巨变的反抗当中, 这次的变革只不过是一丝自欺, 人也、兽也、佛也、妖也, 在这个黑神话以灵云为基础的世界, 在这个众生可以互相沟通的世界里, 众生只能有也只应该有根气上的不同, 也就是你的生活环境、外形样貌、 人生历程等等可以不同, 而没有优劣上的次第, 你无需跪拜谁, 你无需磕斗谁, 神佛不再高高在上, 他们不能再披着自然天刀的这个破袈裟, 让你我以为他们的意愿即是自然的规律, 脱掉神佛的袈裟, 去掉神佛的偶像, 他们是人, 他们也必须是人, 而造成差异的不死, 要么去掉人人皆死, 要么共享人人永生, 这才是黑神话的真正主旨, 而这也是我们下一期所要讲述的内容, 反抗者, 这个世道不是只有大圣, 不是只有金蝉子在反抗, 许多人都在思索, 许多人都在迷茫, 许多人也都在决断, 所谓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不是他宝贝让你自然, 而是要让你点燃同行者前进的道路, 这种反抗的第一步就是打破人格上的不平等, 也就是我们这一期反复强调的主题, 站起来不许对, 日落红尘应该是取自陈子昂的诗, 日落红尘和车马乱纵横, 本意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即便日落也不停息的欢乐场面, 而火焰山会随着红孩儿的死去, 彻底的湮灭曾经的热闹, 就如同《铁扇公主》文本里的最后一句, 他在佛祖红亮的笑声里, 听到了婴孩儿的提姑, 志同的憨笑少年的怒吼, 听到了千百年来的花开花谢, 草长鹰飞, 听到鱼尽熄灭在了火焰山, 乐景趁悲情, 待遇之死的replay, 初中阅读理解的四分之体, 我就不多解释了, 有金触有火, 无金触无火, 在西游的北溢市, 一行人必须要跨越火焰山才能取得真经, 在红孩儿的嘴里成为了另一个意思, 我要是不能报仇, 不能取得我的真经, 我的火留着还有什么用? 所以后面紧接的话是, 知仇不报, 何来修行? 他们想看的正是如今我们跪着的模样, 这一张最大的讽刺是什么呢? 是红孩儿你的父母为了救你都在向别人下跪, 而你却用你的死告诉了父母, 你们不必再跪了。 我们可以说红孩儿幼稚不知隐忍, 但你也要承认不年轻气生那还叫年轻人吗? 整篇下来我相信大家都看明白了, 就在说一件事情, 在神佛的高压制度下, 妖怪不可救, 但是若有一天神佛制度被推翻了, 便是你神佛不可救。 火焰山的最后, 如果你重新回来, 你会看到牛魔王的另一个孩子, 萍萍回到此处, 你无法跟他对话, 他只是痴痴的望着自己的故乡。 家破人亡不是夸张, 老牛的一家就是家破人亡了, 你说之后的萍萍又会如何去想这漫天的神, 这漫天的佛。 父亲母亲跪了一辈子, 仅仅是因为哥哥不想跪, 就要把他逼死, 这世道对吗? 这世道能对吗? 跪, 若是跪也救不了自己, 那还有必要跪吗? 神佛要你死, 跪再久你也救不了自己, 救不了别人, 老牛的一家说的不就是这个事情吗? 我是哥哥,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六!